好,那今天就回到英超 曼聯主場贏了班尼,連續五場贏球 之前也有場勾霸主場贏了賈納特 不過當然,總比數當時落後兩球的賈納特似乎都有點放棄 很多時候都不給萬聯壓力 一開始都見到曼聯相當輕鬆 背著龍門的曼聯球員可以有時間輕鬆轉身 面對密集自由浮動的走位,雖然找不到地面的破密集組織方法 但不停找到明買明迷轟入禁區的高波射門的動作方法 很早的時候,普巴在禁區已經頂頭隨交二傳給卡雲尼射入 之後也不停有類似的組織 最終萬聯做多個明買明賣 四球來進級,完全贏級數都合理 但是雞蛋女挑骨頭的話,我們當然是想蘇斯一齊這場球 輪換多些給多些球員休息一下 是不是放膽一點,輪換再可以好一點呢? 正選可以用一下迪亞路都無所謂 但是迪亞路就81分鐘才有機會出場 如果班奴能半場好像普巴那樣就落去休息更好 不過班奴今天72分鐘就有退下火線休息的機會 就算是早了休息了,以前是88分鐘才有退下火線 班奴在歐霸那場有一點休息 之後回來英超就精神爽利了,很不同了 對著班奴這一場球,致命的傳送多麼漂亮?準確了多少? 今季的季中,我們多次見到疲倦的班奴 嘗試用高波轉方向的時候 送入禁區的高風險傳送 是絕大部分都是失敗的 要不就不夠力水,要不就不夠角度 之前我也說了,今季的班奴 輪換太少,休息時間太少太累了 狀態搞得不好 好了,在曼聯起不到什麼關鍵作用 被拉舒福特和索爾搶了風頭 但是今天稍微休息過後 又不同了,這個班奴 正常回來了 那些致命的傳送漂亮了 那些準確度好回來了 所以稍微被班奴休息一下就很好了 37分鐘轉方向,高波入禁區 所以,靚度可以協助拉舒福特 直投入禁區,底線地波傳送 產生必入球 可惜就是格連胡特來遲半步 否則這個球應該都入定了 如果班奴可以休息一段長一點的時間 有起初加盟的氣勢、狀態、能力就更好 說回格連胡特剛剛的入球機會差一點 差一點就可以在正前鋒的位置入球 不過其實他今天並不是打正前鋒的 其實上半場已經安排他打右邊 剛剛那個機會就是透過格連胡特 自由浮動的時間進來中間 拉舒福特也透過自由浮動調位 去了右邊的禁區底線 才會產生這個組織 拉舒福特今天正選上半場打正前鋒 普巴就是左邊進攻點 但每次普巴打左邊 格連胡特打右邊 拉舒福特打中間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組織可以做出來 都是要自由浮動透過調位 令到拉舒福特去邊線 這樣才會有些組織 又或者令到普巴打正前鋒的位置的時候 這樣才會有些有威脅的射門 普巴真的好像我一年前說的 但是打正前鋒真的很厲害 他升起做支點也是OK的 他升出來高位 背龍門做支點 再轉身 再交球入禁區的影子前鋒工作 其實都做得好 而且他的頭錘能力也是厲害的 上半場有個頭錘差點進去 上一場在禁區裡勾霸賽事 第二 用頭做個異傳支點 高難度當中帶準確度 找到卡文尼入球 這個普巴根本是天生前鋒 可惜他被清訓教練害死了 清訓教練就是叫他轉去打防守中場 轉死了他 普巴在自己禁區裡是欠缺防守意識 但是普巴在別人禁區裡有充足的進攻意識 就是根本是要打正前鋒 清訓一開始打正前鋒 是被清訓教練玩的 根本就不應該要他防守 即是你什麼時候會聽到有人批評 李雲道夫斯基和伊巴謙莫域不防守 總之暫時有些萬聯球員 都未打到自己最好的位置 這場上半場進攻點的擺位 本來就不合理 要偶然調位才有東西看 所以上半場未能入球 幸好到下半場 蘇斯一炒換卡文尼進來打正前鋒 就把拉舒福特拉過左手邊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不停見到拉舒福特和蘇爾 配合今季的川花蝴蝶都很厲害 這場賽事就有了 之前有些疲倦的蘇爾 在上場勾霸又休息了 所以今天他又有突破力了 這個underlap插入禁區底線的跑動 也有一個內切入的左後衛走位 跟這個拉舒福特可以做配合 而拉舒福特上場勾霸也是投過 所以又見到拉舒福特之前的突破力了 今天連朗拿鐵和牛尾巴都玩過 令到萬聯下半場 就踢上個月贏萬城之前的氣勢 那個就是勢頭 所以拉這個蘇斯一查 那個輪換好些的話 球員有多些休息時間 輪換得好些 那萬聯其實可以勁很多 有這個足夠休息時間的 拉舒福特這個和蘇爾 那就玩回一些純屬的配搭 立即下半場入球了 拉舒福特拉左邊 所以很輕鬆就找到向前傳送 差過半場的目標 拉舒福特拉左邊有單對單的機會 就過了對方的防守球員 落到禁區裡邊 地球全中 班奴就冷靜頭腦 留給後面有更加空位的 是這個格連活特入球 格連活特也展現了他的入球的觸覺 當時他在禁區裡邊的射門 你可以理解為中路的中鋒位置 射門動作也可以看到 至於他去到下半場的尾段 在右邊切入射入球 其實當時是角球攻勢 角球攻勢和其他運動戰攻勢 完全不同的比賽模式 對方和自己人都太多在禁區裡 人馬踏襲 根本做不到什麼組織 你只可以用個人能力 斬高球或者直接射門 很多時候都要搏一些鴨仔球 這次其實是搏一個運氣的鴨仔球 改變方向入望 所以這個入球並不能完全支持格連活特 已經適合打右邊的說法 不過我都必須要說 就是今天顯示出來的表現 是進步了一點的 格連活特最近學會多些拉右邊 所以他就比上一季更容易拿到球 上一季他不拉邊在中間 其實他很多時候是拿不到球 或者拿到球都是很難接應到的 即是拿到球都很容易被人頂住的背 他又很容易失控球拳 但是現在他在邊線拿球 就容易接應到球 接著他會容易有表現 也就是多了突破落體線傳中的次數 但是如果格連活特想真正成為一個綠葉 他必須要再提升跟隊友的合作性配合 打1-2打中場 以及那些沒有球走位是插進去的 今天上半場他完全沒有 下半場他有一點 進步了一點但都還沒夠 始終你要選擇突破 你要選擇沒有球走位 你要選擇傳送之間 你要選擇得好是要學很久的 即是如果你清分的時候 你不是打這個位置 你會有時間學的 總之他打在右邊 是要再提升合作性的 但是他打正前鋒的話 你會看到其實他已經夠合作性 夠意識做了支點 所以他清分的時候 我估計他應該是打正前鋒的 所以現在你繼續訓練他打正前鋒 訓練他兩邊還出球的 接應傳中入網的 就容易一點 方便一點 快一點成功 訓練他打右邊的話 他要重新學過合作性 要等他開竅 其實難度高一點 時間長一點 除非你說我現在是被普巴打正前鋒 格連活特沒有位上的了 格連活特要打右邊 我就覺得你唯有真的要練他打右邊 不過其實今天曼聯來講 曾經在下半場都被人攀成平手過 輸這個就是角球高波 人釘人家區域聯防 又是那些壞東西 阿仙台在歐巴的時候 首回合試過拿這個東西 就是錯對防守 就是你用最高大的人去做區域聯防 搞到你只可以用一些頂上功夫一般的人 或者是頂上功夫最強的人 去標示對方頂上功夫最強的人 結果就是空中能力薄弱的 雲比沙卡 去標示對方最有空中威脅力的托高斯基 完全是不夠人頂的 人家有助跑衝進來 搞到跳得高過原地跳起區域聯防的麥階雅 人低人家區域聯防 這個產生錯對防守 和不夠人跳 又糟糕了 看看是否要繼續用這些防守方法 萬聯今天很多時候 因為類似這些問題 頂輸死球高球 上半場開球也試過被人投槌入球 幸好是越位在先 總共萬聯今天最終是贏3比1 這個就是 雲達碧克 今天下半場出來打左邊有助攻 他又對不對打左邊呢 這條問題會留待在Patreon的片尾彩蛋回答大家 希望大家去Patreon支持 若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 不要緊 你可以安裝一個拍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拜拜!